嗨,今天要说的话题就是角色 很多人就会学习如何做一个领导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却忘了学习如何做一个跟随者 还是做一个调和员 其实每一件事情都需要很多的角色来支撑 才能够把这件事情给做好的 很多时候我们都要扮演这不同的角色 好让这件事情能够做得好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的话 很多时候每个人都想做这个领导者 当所有人都要做领导者 所有的人都要给指示的话 那么就没有跟随着去执行 跟没有调和员把这个东西给他弄顺畅 所以这个的强者 他是能够因不同的状况 不同的事情来扮演这不同的角色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是领导者 我们领导着我们自己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拥有这个调和员的这个能力 跟能够做一个聆听者 经常拜着领导者的你 很多时候很不习惯 更是一个挑战来做一个调和员 还是做一个跟随者 但是如果领导啊 你能够做一个调和员 而且适当的时候做一个聆听者的话 那么你肯定对这件事情呢 事半功倍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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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셔서 感谢观看